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这几年在海外大局盖场,人尽皆知,印度也不甘寂寞,在2021年12地,公布了一项规模达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,提供多达项目成本50%的奖励, 以吸引显示器和半导体制造商在印度设立基地。 在这一背景下,鸿海旗下富士康与当地VDANTA的成立合资企业。 2022年2月中旬,富士康与VDANTA签署协议,将组建一家合资企业在印度制造半导体。 2022年9月份,该公司宣布与VDANTA成立合资企业,计划投资195亿美元在古吉拉特邦建设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工厂。 然而近几个月之后,富士康表示,他已退出与印度VDANTA成立的半导体合资企业。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,对印度政府拖延审批的激励措施的担忧,是富士康决定退出合资企业的原因之一。 报道称,富士康和VDANTA合作期间,对和欧洲ST Microelectronics美国的Global Foundries展开合作表示出兴趣,而且现在也没有完全排除该选择。 富士康当时预计将在印度投产4-5条合同晶片生产线。 印度官员也已经了解了富士康的意图,但该公司尚未提交正式的补贴申请。 富士康和印度政府就补贴事宜产生争议,计划建厂共计投资需要100亿美元,富士康希望印度政府能补贴一半,而政府认为合理的建厂补贴为15%至25%, 报道还称,富士康决定退出合资企业对印度政府来说是一个打击。 印度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经济增长,并制定旨在促进该国制造业的政府项目。 虽然富士康和印度金属石油集团VDANTA分手,但并未放弃其在印度建厂计划。 7月中旬,该公司表示,它将继续致力于打造印度的半导体生态系统,并将与新的合作伙伴重新开始。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,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正与富士康就建设一家半导体工厂进行谈判。 另据海外媒体The Economic Times报道,在退出与印度VDANTA成立的半导体核资企业后,富士康正与台积电和日本TMH集团洽谈在印度核建半导体工厂事宜。 据海外媒体报道,这三家公司可能很快就会敲定制造先进和传统节点晶片的合作细节。 若未来台积电能在富士康的撮合下,既如印度,也算一件好事。 今年以来,台积电的业绩和去年比较,表现可谓一般,公司对营收预期也不高。 台积电7月下旬的法说会业界瞩目,业内消息称售非苹果手机传统伺服器试矿恢复速度不如预期影响。 台积电孔二度下修全年美元营收预期,由先前首度修正后的同比下滑,低至中个为数百分比1%至6%,扩大为衰退约一成,为市场投下震撼弹。 由于台积电储与法说会前兼末期,不评论外界传闻。 台积电于7月上旬公布了2023年6月和上半年的营收数据。 6月营收约为1564亿元新台币,环比减少11.4%,同比减少11.1%。 1月至6月,台积电营收总计9894.7亿元新台币,较2022年同期,减少3.5%。 台积电早在今年4月法说会时表示,在全球经济疲软和公司努力清理库存的情况下,第二季营收将下降多达16%。 考量总体经济情势衰退和终端市场需求疲软,IC设计库存高于预期,中国疯狂封控三年解封后,终端需求复苏不如预期等因素,首度下调今年全年美元营收展望,由原定教去年成长转为。 2023年营收料已衰退低至中个位数百分比。 不过在今年6月,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在股东会上表示,部分市场终端需求逐渐回升,而今年或许会面临少许负成长,但已准备好迎接明年开始的下一波很好的成长。 预估2023年营收将下降至中等个位数。 2023年下半年业绩将优于上半年,预估2023年上半年营收将同比下降10%。 这次业界传出,随着大环境负面因素仍未消散,加上近期非评应用,如手机、传统伺服器等终端市场持续不振,不时传出订单调整或递延等状况,拖累晶圆代工产业表现。 台积电虽相对抗跌,但在大环境充满考验之际仍很难置身事外,因而可能二度下修年度美元营收展望。 台积电统计,今年手机营收来自高速运算HPC占比为44%,其次是智慧型手机占比30%。 法人认为,高速运算和伺服器产业密不可分,今年伺服器产业要全面复苏,可能要等到第三季下旬。 虽然AI应用持续高速成长,但实际营收贡献台积电业绩仍有限。 智慧型手机方面,除了苹果一枝独秀,其余非评需求不如预期。 就算苹果去年仍拿下全球手机市场85%获利,但在相关手机出货持续低迷拖累下,也不利于晶圆代工产业复苏脚步。 法人认为,目前晶圆代工产业的成熟制程已是库存调整重灾区,主要是不少国际整合组建大厂IDM,近期才开始调整库存并减少委外比重。 台积电也难逃冲击,但今年营运蹲低后,明年有望重回成长轨道。 在此背景之下,据消息人士7月中旬透露,为了应对人工智慧AI浪潮,台积电改变高雄建厂计划,由原来的成熟制程改为更先进的2奈米制程,预计2025年下半年量产,相关建厂计划将于近期宣布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积电供应链透露,台积电已通知设备商于明年第三季开始交付2奈米相关机器,高雄厂2奈米装机作业估计只晚新主堡删场一个月。 该报道指出,台积电2奈米投资案比原本规划的28奈米投资金额更多,该公司已将高雄厂敲定2奈米计划向台湾经济部门及高雄市政府提报, 希望政府协助后续供水及供电作业。 对此,高雄市政府表示,高雄发电量仍有富裕,桥头男子两座再生水厂可日供10万立方公尺再生水, 台积电高雄厂所需水电无余将持续协助台积电建厂计划。 据悉,台积电的2奈米技术在相同功耗下,相比3奈米工艺的速度快10%至15%, 相同速度下,功耗降低25%至30%。 2奈米制程主要生产重镇会先放在新竹宝山,台积电内部编定为2市场, 即FAB20规划兴建4座场P1至P4,目前正紧急赶工兴建第一座场P1, 预计2024年风险性试产,2025下半年量产。 另外,今年6月,市场消息传出台积电开始准备为苹果和辉达试产2奈米产品。 且为了开发2奈米制程,台积电将台约1000名研发人员前往位于竹科,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FAB20晶圆厂工作。 总体上短期来看,但即便面临二次下锈疑虑, 法人认为台积电仍会释出第二季为营运谷底, 本季起温和复苏并延续至第四季的讯息, 也会维持全年资本支出320亿至360亿美元的预估值, 在景气缓慢回温之际,持续投资先进技术与研发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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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谢谢。 谢谢。 。 。 。